农媒官宣加盟詹黄团队,魔术师狂喜护喜六幻衣交易,重兼紫金王朝安东尼·戴维斯,终于成为了勒布朗詹姆斯团队中的一员。 勒布朗的经纪公司Clutch Sports于今日宣布,他们已经成为了戴维斯的经纪人。 Clutch Sports是如今NBA最炙手可热的体育经纪公司,在他们旗下除了布朗外,还有约翰沃尔,本西蒙斯这样的大排球员。 根据ESPN记者鲍比马克思的介绍,Clutch Sports为戴维斯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很可能是明年夏天,他和提肚的续约谈判,届时戴维斯可以得到最多5年2.35亿美元的合同。 不过,现在更多美国专家认为,戴维斯加盟Clutch Sports是他准备携手沾黄的前奏,毕竟,他已经多次表达了对提肚的不满, 并且在和科比布莱恩特在一次商业活动的会面后,就有消息称,戴维斯对于加盟胡人持乐观态度。 戴维斯如果携手詹姆斯,毫无疑问,他们将成为西部最有竞争力的球队,直接危及勇士的王朝地位。 这样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,就在戴维斯宣布加入Clutch Sports的同时,根据美媒的爆料,魔术师已经开始和提肚进行接洽, 而且他愿意用超乎想象的筹码去促成交易发生。 据悉,胡人此次愿意送出英格拉姆、鲍尔、库兹玛、约什哈特。 2019年和2020年的首轮选秀全序交易戴维斯,根据美媒的分析,胡人交易得到戴维斯,还并非是他们大计划的全部。 在买段洛尔登的合同后,胡人再得到戴维斯后,明年夏天还能为一位超巨球员提供顶心, 这意味着,他们能以詹姆斯为核心再次组成三巨头阵容。 而且,胡人拥有广泛的选材空间,肯巴沃克、科怀伦纳德、甚至克莱汤普森都是他们可能补强的目标。